黄牛木的叶子长得绿中耐红,很漂亮啊 它的根,树皮,还有嫩叶都可以入药 在清热解毒,消肿止痛方面有很好效果的一种中药植物 黄牛木的木质坚硬,表皮光滑,而树皮就像是黄牛一样的颜色 所以啊,才被叫做黄牛木 它是森林树来的,因为它要抢那个阳光 所以它可以抢那个很高 而且如果是说拿树干的话,就代表你要砍整棵树下来 可是我们可以的话呢,因为叶子有这样的保健功效 所以我们是拿叶子比较多 人家都说好像是拿来喝来治尿酸的 不过你好像不是来治这个 我们它的其实最主要是对肝排毒很好的效果 是 这一个呢,其实在香港他们已经做了一个训练 它里面的成分是针对那个肝排毒的 针对肝癌,那就是一型肝癮带进者 它们后人会好,而且有看 Stella跟我说,园里面这一棵棵黄牛木 经过它们家三代人的亲身尝试 确实能够帮助它们减低肝的问题 最终黄牛木也成了它们家族制肝的草药秘方 还有一点的是很特别 它的这个黄牛木叶品呢 其实是蜜蜂是最爱的 连动物小昆虫呢 都特别懂哦 黄牛木是好东西 它喜欢那个胶 我来试一下 好 其实我一一割完之后呢 你爱按它是真的会有 袖子黏黏的感觉 而且迎风马上就来了 你看 黄牛木是马来西亚少数 能够分泌芳香树枝的树种 特别能够吸引蜜蜂前来采蜜 做成蜂胶 还真的没想到 黄牛木的营养保育功效 竟然还能够招风影碟呢